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,上了那跟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。 耶和华把激烈全境,直到旦,拿夫塔利全境,以法连,马拿西的地方,犹大全境,直到西海,南地和宗树城耶利哥的平原,直到索尔,都指给他看。 耶和华对他说,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士应许之地说,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,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,你却不能过到那里去。 于是,耶和华的仆人摩西,死在摩押地,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 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,伯皮尔对面的谷中,只是到今天,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 摩西死的时候,终年一百二十岁,眼目没有昏花,精神没有衰败。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,为摩西哀哭了三十天,这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,就满了。 嫩得儿子约书亚,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的头上,就被智慧的灵所充满,以色列人便听从他,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坐牢。 以后,在以色列中,再没有兴起向摩西的先知,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 耶和华打发他,在埃及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以及他的全国行各样神迹其事,又在以色列中人眼前显大能的手,做出一切大而可畏的事。